我们终于到了 两个人订了一个三层船的 我们的怎么说呢 我们这么好的人 当然是要给我们设备也留一张船 休整一下 现在下午三点一刻 待会出去寻觅寻觅 好吃的 俗话说桂林山水假天下 阳朔山水假桂林 阳朔是来桂林必须来的地方 阳朔距离桂林市区65公里 是桂林下辖的一个县 有汉族 转族 瑶族 回族 11个民族 常住人口为27万 在阳朔 整个县城几乎全部的收入 都来自于旅游月 顺风车司机告诉我们 阳朔旅游淡万季明显 每年11月到来年3月 因为天气寒冷 都是淡季 而511和暑假期间都是万季 其中511是最万五的时候 基本上开酒店的 开餐饮的 开车的 都要靠这两个星期 来赚取一年的利润 今年511 阳朔就接待了超过100万的游客 所以 凡间的价格经常翻个几番 很正常 我们自己订的这间酒店 就从平常的一天100块钱左右 斩到了无一的459亿天 简直丧心病狂呀 第一件事 我们出门的第一件事 啤酒鱼 好 饿死吧 古人云 明以石为天 要了解一个地方 首先从当地的美食开始 而阳朔的代表美食 一定就是啤酒鱼了 啤酒鱼在阳朔 简直是无处不在 已经做到了目之所及 皆有啤酒鱼的地步 来到了阳朔 才会知道什么叫做啤酒鱼堆脸 其密集程度 完全不亚于 丹年某白金的广告 投饭的密集程度 所以 为了全面的了解言说 我们决定至少在两家店 吃两顿 叮叮 我们先向酒店前台请教 单地人都在哪吃啤酒鱼 酒店前台给我们的建议是 在凤明路这个区域 吃啤酒鱼比较好吃 本地人都会在这个地方吃的 而看战路和西街的啤酒鱼 更多的面向的是游客 我们决定先在一个小店吃 再去看战路游客聚集的地方 再吃一顿 好 出发 20年老练 就他 这么草率 第一家 我们选择啊 在路边一个不知名的小店 还挺凉快 里面 外面是一间 对 有点 放空气的好凉快的 好 好 我去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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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魂牵梦老的啤酒 鱼肉倒真的挺嫩的 这个啤酒 啤酒花的味道也出来了 我也能尝到啤酒花的味道 然后其实还可以 大块的这种 如果没有 对不像你这种蘸一下的话 味道会有点淡 这家啤酒鱼呢 鱼肉紧实 啤酒的酒精的辣味 已经全部被蒸发掉了 啤酒花的味道 很好地被保留了下来 里面炖烂的番茄 与啤酒花的味道相得一占 整体味道不错 虽然我很怀疑老板少给了我们鱼 但是这家店呢 我们还是推荐的 今天我们点了三个菜 其中鱼单价118块钱一斤 我们的鱼呢 有一斤五两 总共177块钱 竹笋炒肉42块钱 空心菜26块钱 总计245块钱 作为旅游城市 价格适中吧 第二家 我们选择在看站路的某师傅家吃一顿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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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的 啤酒鱼 我们让美食女主持人 来品鉴一下 我们怎么变这一家 进去的对 鱼的鱼的肉质 鱼的肉质好像是比鱼的天的这个家药 那么肥 就是那种饲料鱼的感觉 然后它的酒味会相对大一点 但是 刚才吃的这一口感觉好像不新鲜的鱼 你刚宰的鱼怎么还不新鲜呢 还有可能我们付费的猜测有可能有别的一些鱼加入进来 就是它会凑下一批前面的鱼排给后面用付费猜测 也有可能它是炸锅的时候炸锅了稍微老了 那总体评分哪一个好呢 昨天那个还是今天那个 我觉得今天那个好吃 还是今天这个好吃是吧 我来吃一个 这个酱味更浓 啤酒味比昨天那个要淡很多 啤酒鲜要比昨天淡的很多 我我我个人觉得我个人觉得我现在那个味道喝得好一点 它那个啤酒香更浓郁 这个的鱼肉 虽然是线杀的 虽然是刚才那个线杀的 但吃起来很松散 没有多天那个肉吃上去 紧吃 然后它的洗酒的那个 酒花味 有一股很陈旧的感觉 没有多天那种清香的酒花味 嗯 更像是那种就是 放了一段时间的啤酒 过期啤酒 没有没有开了啤酒 不是过期啤酒 比如说你拿那个 这种拿拿那个拖了一天 把那种盆装的啤酒 开了以后可能放了一天 嗯 以后他来 弄了啤酒鱼的那个啤酒味道 所以他的这个 可能因为用量大吧 他那个啤酒应该是 你买在一个罐砖里面 罐好的 嗯 然后每天都在用那个罐砖 所以啤酒的那个酒花的整体感就没有那么强 然后这个鱼肉吃在嘴里面 没有那种紧吃感 很松散 你咬下去就会松散 这一家啤酒鱼啊 有88和158两种价位的鱼 88的是佳岩的鱼 158的号称是野生鱼 但是去撑鱼的时候啊 你会发现 88的鱼啊 都是大鱼 都在4斤以上 一般啊 两三个人肯定是吃不完的 158的鱼小一点 在2到3斤左右 所以呢 服务员会极力向你推 158的鱼 点完鱼之后 10分钟不到 鱼就擅着了 这速度 can be flash啊 为了快速出餐 犯了很多的足料 味道浓重 可是啤酒鱼中最重要的啤酒和鱼 却远不如前一家的 啤酒的酒花味很淡 而鱼则感觉不是那么新鲜 后来和本地人聊得知 其实两种价位的鱼啊 都是一样的 都是家养鱼 不过啊 是为了多挣钱而已 至于口味嘛 大家忍者见仁 而我们的结论是 味道尚可吧 今天呢 我们点了两个菜 其中鱼单价158一斤 我们的鱼有2.2斤 共347元 凉拌黄瓜30块钱 这也是我吃过最贵的黄瓜了 我们总计花了377块钱 完了出发 绕个溪街回去 来 回去干车草 走吧 阳朔西街 98一条街 这个就是阳朔最繁华的小街 阳朔西街 又称阳朔98街 哈哈哈哈 就是啊 网上也有个车 好多 应该人很多 好多聪明的就在 今天是大力的 尽管说啤酒鱼的体验 不能算是惊艳 不过也算是为我们在阳朔的旅行 开了个好头 明天我们将去体验真正的阳朔山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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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